这是古代伊朗帕提亚王朝的一枚银币 两千年前 汉书《西域传》中留下了对他的记载 大汉王朝与遥远的波斯帝国 产生了字面意义上的历史连接 而更深远的影响正在丝绸之路上酝酿形成 丝绸之路使得整个的亚欧大陆上的人类文明 都向前突飞猛进地有了一个发展 这些古代的丝路国家的货币 就像一个非常清晰准确的这个U盘一样 它把古代那些国家最核心的那些知识都缩在这个U盘上 公元前139年 汉武帝派遣张迁出使西域 建立起以首都长安为起点 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的路上通道 这条脱领悠扬的古道就犹如现代的公路网络 将中国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古代国家紧密连接 从张迁开始中央政府开始打通了西域的这个路道 然后就开始国家的力量开始进行了在西域的统一的经营 而这个经营对丝绸贸易来说 最重要的环节是我们提供了丝绸道路的安全 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 后来被学者命名为丝绸之路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外国商人 将丝绸和瓷器等大宗商品运往世界 也将异国香料 金器 玻璃器皿等品种丰富的物件带往中国 而西域音乐 舞蹈 各种宗教信仰等外来文化也大量进入中国 在经济交流的同时更大的意义就是 把整个的文化互相的融合 结建 而这个就使得整个不管是东亚的还是西亚的还是中亚的 整个地区的人类文明都往前走了一大步 丝绸之路古钱币 就是古代亚欧大陆上的外国货币 在以物换物为主的思路贸易体系中 这些钱币承载的流通功能并不等同于今天的货币 不过有趣的是 这些迥异于中国货币的思路前币 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但设计上却秉持了同样的理念 精准的图像表达 承载了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民族信仰 正反面的图案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 就是国王的权力来自于神的赐予 而神的权力是由国王来保护 所以就叫王权神兽神权君佑 古代的萨三王朝推翻了安息 他用了很夸张的王冠 然后用了自己的中古珀斯语 然后在背面打上了自己的信仰 就是索拉雅斯德教 也是王权神兽神权君佑 但却用了符合自己民族的 接受习惯的这种表达方式来传达的 伊斯兰教是不成为偶像的 但是他也一样的设计理念 他正面一般是国王的名字 背面是古兰经里面的清真言 四个钱币都是萨三时期的 纳赛国王的不同的王冠 表明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既是一个钱币上的独特的样式 同时也是对老百姓来说 也是一个事件的宣布 其实这一枚枚钱 就像一个小的报纸一样的 它既是一个国家信用的担保 同时也是对自己这个王权 对自己这个国家信仰的一个 再次的一个重生 安息 撒山 贵霜 伊利汉钱币 这些灿弱星辰的古钱币 都有着美妙的名字 如繁星般组成了一个浩瀚宇宙 带我们回到丝绸之路起源的遥远时空 每一颗星辰都有着它独特的美 与不可替代的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